今天是2月14情人节了 娱乐圈里的单身狗们近况如何呢 今年已经38岁的陈乔恩 婚姻大事一直是网友们的焦点 前天还在微博放飞自己的刘海 这个双马尾加放飞的空气刘海 也是太少女了吧 吐神卖萌 犯规 作为一只黄金单身狗 即便没有爱情的滋润 但我恩依然把自己保持在精致可人的状态 随时准备迎接爱情的到来 除了演艺事业蒸蒸日上 乌立营宝去年还当上了女版霸道总裁 事业越来越好了营宝 大家对他的感情生活的关心也越来越多 但是乌立营宝表示 现在依然是单身 当前以工作为重心 但仍然会很期待爱情 同样是娱乐圈里最瞩目的单身狗 乌立营宝今年来每次亮相都越来越美了 像这样身着浅紫色刺绣连衣裙的一套look 单马尾将头顶垫高修饰连行 刻意打棚 流出脊柳碎发 更具仙气 出道几年 胖迪的发展还是很快的 最近的作品化 敌度和口碑都还不错 各方面的资源也正慢慢多起来 但他仍然是只美到不可方物的单身狗 新疆美人胖迪长相自带抑郁风情 一双大眼和高挺的鼻梁 并是老天爷赏饭吃 以上三位圈里的单身狗告诉我们 即便单身我们也要把自己导致成最美的样子 管他过不过情人节 我就是我 最美的单身狗